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去到各国游玩 同时,这些游客在国内的消费也会帮助刺激国家的经济成长 换句话说,越多的游客就有越多的消费 而国家就会更兴旺 在2017年,马来西亚的旅游业报告说到 我国一共来了2600万的游客,花费了83亿令吉 可是,酒店只是成功地得到8.6%而已 其余的花费都不在酒店范围里 G-Connect Apps是一个平台能够帮助旅客随时拿到有用的资讯 同时也能提升游客在酒店内的花费 所有的酒店可以把产品和服务都上载到Apps的平台里 例如Spar 房间服务 房里用餐 房间打扫 交通预定 以及各样的活动 和一些吸引的促销项目 最重要的是,这个平台可以帮助酒店和游客 建立起一个很好的连接 所有好玩的,好吃的,好看的资讯和一些促销都可以发送到每一位游客的手机里 试想想,如果一间酒店只有200间房间和200位游客 而每一次的促销只有15%的游客 每人平均只消费20令吉 那么一个月就有18000令吉 一年就有216000令吉 越吸引的促销就带来越高的销售量 同时,酒店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旅客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 然后制造更多的销售商机 最后,越多的游客使用G-Connect app时 酒店就有越多的机会带给游客惊喜和关心 游客也会因为这些不一样的体验 而下次会选择回来同样的酒店